他就是觉得自己要生宝宝了 要保存体力 少活动一点 这是一个激素导致的一个阶段 他一定会有的 他只要发情 就一定会甲运 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你不可能给他打一针 把那激素给他搞了吧 搞不了一点 甲运和真运其实很像的 都差不多 只是说一个能生出来 一个不能生出来 而且他国庆也不搭窝什么的 其实还好 可能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最厉害的时候 还没有到巅峰 那个水平 水平到巅峰 可能一整天都不吃 可能不吃不喝的也有可能 熊猫也会打窝吗 会呀 他会有筑巢的行为 甲运对熊猫健康会有害吗 没有啊 就跟你来月经一样 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有害吗 没有的 就是激素水平导致 他一定会有的这个情况 他不是病 怎么会有害呢 是一种生理现象 一般甲运要多久啊 你说完全从开始到结束 可能要两到三个月 减持减的比较厉害的话 大概就一个多月 就是他必经的一个生理阶段 他又不会特别疼什么 他只是觉得自己怀孕了 要多歇一歇 要少吃一点 要搞定了 野外熊猫 试睡不会有其他野生物攻击嘛 他肯定会选一个地方呀 他会选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呀 他不是说他就直接大喇喇的 睡在那个大马路上 他会找一个树洞啊 或者直接睡在树上面啊 哪里他觉得安全了 没有其他动物 能够打扰他的地方去睡觉 甲运的时候就是要休息的呀